一二三好运 成三 基隆史上最高的孕妈咪补助将在七月上路 社会处长杨玉昕跟基隆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 共同宣布这项好消息 市议员何淑萍也相当肯定这项政策的推出 包含孕妇产检车资 营养品以及孕妇妆的补助 最高可申请两万元 其实我觉得这样补助是够的 因为交通费啊 然后保养品 保健食品 孕妇妆 这些两万块其实是足够的 可以让我这一整个运气都可以很 轻松的可以买到保养品 保健食品 然后拿计程车 孕妇妆 因为我其实怀孕之后胖很快 所以孕妇妆这点真的是 非常让我心动 因为孕妇妆就是其实其他现实都没有 那就像刚才处长提到的 其实孕妇在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的身材慢慢变得比较胖 所以其实身心灵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然后可以有孕妇妆让自己比较开心一点 那在孕期中对宝宝也会比较好 所以孕妇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新的政策这样子 那你就带着你的妈妈手册 可是你还没有产检到六次 你立刻就可以去领一万元 一万元 一万元 那你产检 因为我们这个政策很重要 鼓励大家产检 一定要产检 所以你产检六次之后呢 你就可以领第二次的一万元 如果说你现在就已经此刻已经八个月了 你立刻早就超过六次的产检经验 你让妈妈手册有记录 直接去就领两万元了 对 我们欢迎所有领友孕妇手册 妈妈手册的朋友们 可以到区公所 然后带着你的妈妈手册 直接来申请我们三项补助 第一项就是产检的车资补助 还有营养品的补助 还有制装费的补助 欢迎大家哦 非常感谢市长照顾我们孕妇 淑萍在议会争取 就是孕妇在产检的时候 能够补助他们车资 那现在呢 不仅在产检的时候补助他们车资 甚至在打疫苗的时候 都一起补助咯 就是产检跟新生儿疫苗补助六千块 然后在我们照顾我们产妇的营养 一个月补助一千块 总共补助十二个月一万二 然后还有让我们孕妇能够在产期 能够美美的 然后补助孕妇装两千块 所以说你如果是孕妇的话 拿着你的妈妈手册去申请 你就可以获得两万块哦 这是非常幸福的产妇 那也非常感谢市政府 编列这么好的预算 来照顾我们的孕妇 我们这一次呢 真的就基隆市政府也非常的贴心 我们的市市长呢 都各方各面其实都有帮大家想到了 所以刚刚包含所提出的三大层面 真的是基隆市上最高的 富佑的一个福利的这个金额 到了两万块哦 所以真的是也希望可以让大家 在申请的时候可以更加的便利 所以你只要准备你的孕妇手册 你的户籍资料 然后包含你的这个邮局存户 等等的一些这个资料呢 准备齐全 然后就可以到区公所来做申请 所以相信呢 这样子的一个便民的一个政策 然后也帮大家有想到了各方各面的一些 这个补助的一个政策呢 希望可以让大家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在孕育的过程当中 都不会觉得那么的辛苦 这项基隆好孕成三计划 相关经费金市议会同意后 最快在7月1号起开放申请 涉及在基隆的孕妈咪们 只要带孕妇手册 户籍资料 邮局存簿 到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就可以办理 透过这次基隆有史以来最贴心的好运政策 来鼓励市民朋友们安心深 放心养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